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曾经经历过朋友的背叛 特别是如果你是有恩情与他 但是他却忘恩负义 我想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一种感受 很受伤的一种感受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怎么样在这当中去看见上帝的心意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 和西亚书二章二到十三节 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 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 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叫她除掉脸上的银像和胸间的银态 免得我剥她的衣服 使她赤体与财生的时候一样 使她如旷野 如干旱之地 因渴而死 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 因为她们是从淫乱而生的 她们的母亲行了淫乱 怀她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 因为她说 我要随从所爱的 我的饼 水 羊毛 麻 油 酒 都是她们给的 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她的道 筑墙挡住她 使她找不着路 她比追随所爱的 却追不上 她比寻找它们 却寻不见 便说 我要归回前夫 因我那时的光景 比如今还好 她不知道是我给她五股 辛酒和油 又加增她的金银 她却以此供奉巴黎 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 初九的时候 我必将我的五股辛酒收回 也必将她应当遮体的羊毛 和麻夺回来 如今我必在她所爱的眼前 显露她的丑态 必无人能救她脱离我的手 我也必使她的艳乐 节期 月束 安息日 并她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 我也必毁坏她的葡萄树 和无花果树 就是她说 这是我所爱的 给我为赏赐的 我必使这些树 变为荒林 为田野的走兽所吃 我必追讨她速日 给朱巴黎烧香的罪 那时她佩戴耳环 和别样装饰 随从她所爱的 却忘记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在和西亚书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 给她的任务真的是不容易 虽然上帝在这个当中 要表达的是 她那个不离不弃的爱 是她愿意 以色列百姓能够回头 能够重新恢复 跟她立约的关系 但是这个等候的过程 是相当痛苦的 对和西亚来说 她是要用她自己实际的状况 去经历这一切 所以上帝吩咐她 去取这个歌灭 而且让她知道歌灭 一定是会背叛她不忠身 甚至是一个万恩负义的行动 那这个和西亚还是要接纳她 重新的要把她带回来 其实这个是一个相当不容易的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 在和西亚书里面 先知她也有很真实的表达 当然这种的心境的表达 也是在传达上帝 对以色列百姓的那种的感受 跟她对以色列百姓的 这个罪的问题 她的处置 她的悬判 这也是今天经文当中要看到的 所以从一开始 她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 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 我也不是她的丈夫 叫她除掉脸上的影像 和胸间的影态 这个好像是 听起来像是一个丈夫 在跟她的儿女 控告自己的妻子 那这就好像是和西亚的心境 所以当她面对 妻子的这种隐性的时候 她就心中充满了愤怒 对她的孩子说 她不再是我的妻子 我也不再是她的丈夫 好像那个夫妻的关系就破碎了 那个原来的 在这个婚姻当中 立月的关系就受到亏损了 事实上 这个奸淫就是会造成 这样的亏损跟破裂 那不只是夫妻的关系受影响 我们看到第三节 第四节 讲到这个儿女 也是跟着就受到咒诅 第四节说 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 因为她们是从淫乱而生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也是上帝的一个宣告 因为以色列百姓犯了奸淫 所以以色列的这个整个的国家呢 都整体受到了咒诅 那个关系破坏了 所以整个都受到了影响 那到底他们受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影响呢 上帝在这里宣告 以色列百姓的罪 就是好像这边所形容的 做了可羞耻的事 随从所爱的 因为这个以色列百姓 好像跟从的偶像 或者跟从的其他国家的权势 而没有真正的来敬畏神 来敬拜神 那因为了利益的关系 就像这边所列举的 有饼 有水 有羊毛 有麻 有油 有酒 都是他们给的 所以就跟他们而去了 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背叛呢 上帝的宣告就是 他说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 竹墙挡住他 使他找不找路 所以神就使他 没有这个出路 让他们陷入在绝境当中 以至于他们就要重新的反省 重新的悔改 所以当他们 陷在这个苦境当中的时候呢 本来是要追随所爱的 所以追不到 那他们就只好 归回 归回前夫 归回前夫 因为他们想到 过去的光景还是好的 这也好像以色列百姓 在痛苦当中 他们就重新的回转向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也是我们的光景 我们往往是在困境的时候 在痛苦的时候 我们才会想到上帝的恩典 希望我们能够被提醒 在下面这一段 我们又看到 和西亚透过他对于 好像对他自己的 妻子的行为的 一种的反应 去诠释去表达 上帝面对 以色列百姓的那种心境 他说他不知道 是我给他五股心酒和油 又加增他的金钱 他却以此供奉巴力 这真的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 他不知道 其实不是真的不知道 当然他不可能不知道 他所拥有的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不知道的意思 就是说他没有去意识到 没有去思想 没有去意识到 好像一个妻子 所有的一切 是从他的先生来 他去 却拿着这些的 所得的恩典 恩惠 供应财物 去供奉 或者说去迎合 其他的男人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以色列百姓就是如此 他们忘记了 他们从神那里 所蒙的恩典 他们却好像 从上帝 所给他们的 这些供应当中 拿去拜偶像 所以这就是一个 忘恩负义的行动 上帝宣告说 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 初九的时候 我必将我的五股心酒收回 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 夺回来 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 显入他的丑态 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 在后面我们看到 上帝几次的宣告 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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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 上帝一定会 对这样的一种行为 去施行他的审判 上帝既然他们不懂得珍惜 不懂得感恩 上帝要把这一切恩典 收回来 而且使他们 在敌人的面前 或者在他们所爱的面前 去显入他的丑态 那我们看到 神的这个宣判 是要让以色列百姓 能够觉醒 所以他说 我必追讨 他复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 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 谁从他所爱的 却忘记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色列百姓最大的罪 就是忘记神 这个忘记神的恩典 就成为他们的一个 堕落的一个起点 成为他们 就转向别神 去追随巴利 追随其他的偶像 或者是去追随其他的 列强的保护 所以这就是他们 整个失败的一个开始 上帝很清楚地提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也是神对我们的提醒 往往我们在成就的时候 成功的时候 我们会忘记神 我们不是不知道 但是我们却好像忘了 我们没有意识到 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 以至于我们就从那样的一个 恩典的位置上就堕落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 就是从一个 好像是一个好的处境 一个顺境 一个成功的情况之下开始的 我们要更加警醒 求主把一个感恩的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牢牢地记得 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 好 让我们可以长长地 用感恩来回应他 保持在一个与神 好的关系的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们预备 一切丰盛的恩典和祝福 主要帮助我们 不会因为这一切 来代替了你 让我们在感恩的当中 献上自己来回应 保守我们的心 不让我们成为一个 忘恩的人 将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